來到了駐吉大社 駐吉大社離我住的地方有點遠 還要轉兩次車 一次從接亞線 搭到帆窗線 然後在南海電鐵到駐吉大社站 對 我們現在到了駐吉大社 一進到那個門口的時候會看到駐吉大社最有名的橋 叫做駐吉板橋 有人說是泰谷橋 因為它的側面很像泰谷 就是半個泰谷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石柱的東西 新加上橋了 它的坡度真的是 因為它的階梯非常的窄 又是圓弧狀的 所以能爬的階梯非常小 走路的時候要買橋式的 走路的時候要買橋式的 駐吉大社 都要買橋式的 所以要買橋式的 我買橋式的 看來做駐吉大社 我買橋式的 駐吉大社 好像是一個蠻古老的城城 在這裡面非常的安靜 是真的可以感到身心裡非常的想和的感覺 因為前面有三個建築 應該是主要的神住的地方吧 我看他會依序從前面的到第二格 到第三格依序的參拜 是日本人他們在參拜的時候會投那個 歐歎金 歐歎金就是賽錢 就是類似我們台灣的鄉有錢 他們投的錢是五元硬幣 五元硬幣的話日文是 就是所謂的育園的意思 就是跟神明可以拉近距離這樣子 如果幫我點來看看 在家裡說他會有三個月 在宅廷北街地的便宜 或開著 待會在約會之間中 在四月里面的地點 保持住 高檬便宜 對 因為 鄉 生 一二三 我們剛剛搭了中央線 來到了宇宙廣場 這邊算是中央線的最後一站 好像平常不太有人來這邊 它是一個靠海的海港的地方 就是在大阪港附近 Seaside Cosmo 我們現在來到了大阪城公園 就是櫻花開的時候呢 大阪城公園這邊是有點燈的 而現在我要去的地方叫做西枝丸庭園 它有一個活動叫觀音night 不是觀音師音菩薩 因為觀音師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過去有一段距離 因為大阪城還離我很遠 人想像中的還很多 大家都是趁下班之後 來看櫻花 真的不可惡 然後可以看到 跟班一街 有空館 歡迎 真的是 棒 沒有 加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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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進來了 就是小吃玩瓶 然後 真的賠償了 回來太遠了 謝謝 晚上看櫻花真的非常的漂亮 感覺跟白天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剛剛可以抽過櫻花之間看到大阪城 其實以前都會看到別人拍的照片 其實像自己來到這邊之後真的會覺得 真的很夢幻 然後大家都非常悠哉 就像早上一樣 白天的時候 家人會跟著小孩子一起來 聽花束下野餐 然後晚上的話比較不一樣一點就是 男生跟女生 情侶們 像是約會一樣 來這邊吃一些晚餐 或是喝點啤酒之類的 不過只有一個人而且也不熟 所以沒有地方可以站 就是自己一個人亂晃囉 那真的不會開設 新西相機 全面會花翅膀 樑宋 指人 都是巡清楚 它坐在這裡 今天的晚餐 維護天池 賣了 歐空雞啊雞 歐空雞啊雞 就是大白燒啦 歐空雞